成立于39年前 我们的创办人张妈妈 她是佛光三心与法神非常虔诚 非常忠实的信徒 日月光这三个字怎么来的 那时候张妈妈她想到了 廖师佛菩萨左右护法 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 她把日月光这三个字 请示了心与法神说 这三个好吗 其实法神就非常同意 直到现在 日月光成立的这一栋 还是由我们去法神停滞 30年前 在高雄男子成立 200个人工 到现在 39年后 日月光在整个台湾 有6万5千名的人工 我们在跟各位报告 在三年前 成立了日月光的幼儿园 照顾我们员工的子女 让他们能够毫无耗无自由 那时候我们想到说 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创办人张妈妈的精神理念 能够传承下来 那时候就 大家那时候共同一致的想法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取名叫做 三号幼儿园 各位 现在 日月光的幼儿园 就成立在 也在我们男子 我们工厂的附近 所以很方便我们员工 带着生日上课下课 那也是怀着做好事 说好话 做好心 我们断的把这样的理念 一直传承到下一代 下一代 再下一代 那 各位报告 日月光非常 注重员工的健康 安全 也非常的提倡运动风气 另外很多的社团 都是用运动型的社团 我们当然有篮球社 最近才办篮球比赛 我这个部分还得到第三名 我们应该是很激烈 也是会跟裁判军逼争的 另外的话 我们还有